她是一個單手的攝影師,每次朋友聚會總是見到她拿著相機,四處幫人拍照,右手對焦,左手就用二支做腳架,無論拍照還是拍視頻都難不到她。 認識她是因為她沒有了一隻手。十年前,我寫了一本書叫做《火樹飛花》,書裡面記錄了十個六七少年犯的故事。 1967年,香港發生反英抗暴事件,很多年輕的愛國者為了反抗英籍的暴政走上街頭,這位單手攝影師就是其中一員,她叫做吳白富。 1967年10月之前,她還有兩隻手。1967年5月開始的風暴,主要因為勞之糾紛,英籍年代的工人長期被不人道的對待,藉著一次工潮,民怨大爆發,罷工罷貨罷市,甚至暴力升級到滿街真假炸彈。 吳白富當年是讀愛國學校的,單純是因為愛國家、愛人民、反抗殖民者統治, 就跟大隊走上街頭,抗議、集會。她說,那個時候的我,完全沒有政治動機的。 其實才15歲,怎會有什麼政治計算呢?貧富不均,就是她貼地的親身感受。 爸爸是西環碼頭的搬運工,一家陸口逼在西螢盤的八層舊樓住,生活捉襟見找。 好,十月幾個早上,吳白富剛剛睡醒,忽然聽到有人在樓梯大叫,快點走,天台懷疑有爆炸品。 吳白富住的大廈,樓下就是交通銀行。風暴這段期間,英政府經常直持手炸彈,掃蕩了很多左派機構,包括工會,學校,銀行,出版社等等。 於是,吳白富就心想,一定是有人插裝嫁禍,擺個假炸彈在裏,等警方有藉口去手交通銀行,拘捕外國的員工。 於是,人人往下逃,她向上跑。在天台,果然見到雞皮紙包了一個小盒,露出兩條電線。 吳白富說,我一心以為是假炸彈,想都不想,就一手扯斷了電線。 然後,眼鏡飛脫,耳朵長鳴,朦朧裏面,左手只剩下血肉。 定一定神,已經嚇到痛都沒有了,本能地衝回家。 一個十五歲的孩子,即是懂得到廁所天真地找廁紙,纏著血肉模糊的手,等媽媽回來。 買送回來的媽媽,被嚇到半死。吳白富開始意識迷糊了,即是聽到,媽媽在哭,警察在叫。 救護車,在明。沒有多久,昏迷了。 再醒回已經身處馬例醫院的肌流病房,包著沙布的手,沒有了一大截。 手腕以下,全部都沒有了。 出院時,吳白富的左手是一支被削成箭咀的尖形,明顯是刻意將骨鋸成這樣。 傷口處理不當,還經常發炎,一碰就痛入心肺。 那種痛,令她咬牙切齒的深信,警察和醫生是同一夥。 離開醫院,迎接她的是監獄。 十五歲的吳白富在高等法院被定罪,罪名是再有爆炸品的地方出現。 今天,一句的罪述,原來在1967年,竟然是一個被判監一年的罪名。 在監獄裏面吳白富想,致冤致艾不是辦法。 被那些失去生命的愛國者,其實我的損失微不足到。 從此她苦練右手。 於是今天,她除了能夠拍照之外,還炒得一首好菜。 我認識吳白富的時候,她六十歲,苦難的一生,說出來全部都是正能量。 她不抱怨,也不後悔,面上總是掛著笑容。 她說,為革命犧牲是光榮的。 她本來很討厭警察,因為當年左仔和皇家警察是勢不兩立的。 但在2019年黑暴,她舉著牌走出來撐警。 她的初心,和當年一樣,只是想守護這片土地。 今年她七十了,早前我們匆匆相聚,紀念相識十年。 但前幾天,就突然收到她離世的消息。 有一個愛國者被蓋觀。 吳白富只是尋上百姓,她的犧牲沒有人知道,也沒有人會記得。 她們都是平凡英雄,歷史應該為這些愛國者留一個位置。 我今天也要祈禁其他。 又明星期參加獲得更多。 小切瑞事以來祈禍台灣大夫。 晚上會連送以待 vost近年情考慈 lifelong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